大家好,我是小童 不可错过的螃蟹季节到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香辣蟹 用正肥的珍宝蟹来做个香辣蟹 要想好吃,可需要花点时间哟 好了,我们先把蟹肉都给拆出来 大口吃蟹肉的时候超级爽 结实又肥美的蟹肉 会让你欲罢不能 你们觉得如何呀? 大家喜欢的话,请点赞和订阅吧 把大只鲜活的珍宝蟹洗干净 蒸20分钟,放凉 要耐心的把螃蟹整理好 先卸下所有的蟹腿 耐心的把蟹腿最肥部分的外壳去掉 再去掉蟹前的外壳 里面都是满满的蟹肉 珍宝蟹的蟹壳不是很硬 用剪子剪就可以了 珍宝蟹身体的肉饱满 弹性十足 不愧是出入率最高的螃蟹 分开身体和外壳 去掉腮不要 身体剪成一半 再分成小块 把雪白的蟹肉用筷子挑出来 能拆出满满的一小碗 嗯,终于是好了 已经馋得满是口水了 把准备好的各种喜欢的蔬菜炒熟 用火锅底料调味做个香辣料汁 摆好蔬菜 再摆上精心准备的螃蟹肉 最后浇上准备好的香辣酱汁 这样的香辣蟹 是不是很想吃呢 哈哈哈哈 珍宝蟹的肉质紧实 鲜嫩肥美 出入率很高 这么大只的螃蟹 都可以吃饱了 一直很喜欢吃香辣蟹 就是嫌带壳吃太麻烦 这样终于可以 痛快地大吃一顿了 哈哈,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